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1年出版 到现在已经出版了 印刷了1167次 十万个为什么 而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就是60%的内容都是由一个人写的 这个人是一个科幻作家 叫叶永烈 叶老先生影响了我们整整两代人 不是他的十万个为什么 是另一本他的作品叫小灵通漫游未来 那是中国科幻的黄金时期 最打开中国人想象力的一部书 几乎可以说 中国后面的几代科学家 都是在这个思维下成长起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 科幻和现实的连接力到底在哪里呢 我把这个题目叫做想象力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趣有料的人 我不能说别人 我们来看一下 我自己是怎么把科幻这个想法用到我在做的事情上 让我变成一个还比较有趣的一个人 大家看这张图 这是我的家乡 全是山 这里曾经是中国在20年前 当然现在都已经脱贫了 20年前是中国最穷的三个地方之一 西海固 那在这个地方呢 人是非常难上学的 也是很难去走出这个山区的 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是一个名办教师 他给我订阅了三本杂志 我们每个月都守在村口 从下午两点钟 守在村口 等着下午五点钟 邮递员给我送来的一包杂志 少年科学 科幻世界和飞碟探索 这三本书帮助一个连电灯都没有见过的农村的孩子 知道了外面的这个世界和星空 而当时我们第一次去到部队的军队里面 看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中国拍的第一部叫《珊瑚岛上的死光》 佟递周先生的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梦想 帮助你走出农家的那个院子 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星星是不一样的 你的梦想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的启门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我们再把时间线往回拉 拉回到一个著名的人物跟前 六百年前 这个人在历史书上 我们只是把它叫做万户 万户实际上是他的官职 他的真正的名字叫陶承道 陶承道是明洪五年间 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第一大功臣 曾经官拜副宰相 他干的最牛逼的事情 就是给身上绑了41个火箭 把自己炸上了天 因为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个想要飞翔到太空中去的人 这种训道的精神 这种探索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直到1968年 库布里克把阿瑟克拉克的作品 《2001太空漫游》拍出来 当时建构在这部电影里面的所有想象 比如登陆月球 比如飞往木星 飞往火星 比如人工智能 比如语音交互 比如屏幕交互 全部在1968年都已经出现了 请大家一定注意 不是智能手机出现 我们才享用了这些技术 而在科幻小说里面 提前40年 全部都已经想象建立起来了 这些人的脑子 帮助我们建立了一条 以时间为度 人这个物种 一直在探索的边界 倒在那里 这是141年前 法国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当时出的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的题目叫做 500年以后的人类 请大家认真看这张图 不要被它的奇形怪状 吓住了 你会发现 每一个东西 在我们今天都是司空见惯的 要不了500年 才100多年而已 所有的东西 科幻全部变成了现实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叫做指数级进化的企业 从前我们发现 宇宙的诞生 要100多亿年 那么长的一个历史 人类地球生命的诞生 从38亿年前 第一个细胞的诞生 到7万年前 第一颗生物的诞生 再到说回 50年前 第一个互联网产品的诞生 20年前阿里巴巴的诞生 再到5年前 拼多多的诞生 你会发现 成长为一个独角兽的企业 和人类发展的速度 都在呈现一个 直线指数级的加上升 这种速度 全都是什么带来的 两个区域 一是历史的趋势 二是科学的趋势 科学的趋势 某种意义上 是被科幻的作家 提前在那映照出来的 所以我自己读过的 2742本科幻书 我从中间 在过去20年的创业里面 我把它整理成了 我在我的商业企业里面 用到的这八种思维 它是我分别代表 我做过的八家企业 我会把流动升级是如何 AI怎么去引导 效率更高 屏幕生态怎么主导 数据是怎么决定 我去拿到用户的 创新混合的这种技术 应该怎么去做 以及我怎么通过我的技术 把在爆炸的信息面前 把大家的注意力过滤起来 这些产品 这些思维 合并成一个 我做过的 最拿得出手的作品 就是喜马拉雅 这个产品 这个作品 完全把这个八个要素里面 所有要素 全部用到了 因为我们一直在保持 使用科幻思维 去建构未来的商业 其实当年 这幅漫画里面 也有这样一幅画 这幅画 曾经试图 用一种手段 把人类过往积累的文明 全部都能快速地通过耳朵的方式 灌入大脑 这不就是今天 我们喜马拉雅在做的事情吗 一百多年前 人们都只有想象而已 所以我们再回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往园里看 在1990年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 卡尔萨根 卡尔萨根是前前前任的 NASA的局长 他说这颗卫星 这颗旅行者一号 是我在任的时候发出去的 现在他马上要飞出太阳系了 我们把它掉一个头 转过身看一看 转过身看一看 我们的家在哪里 这是在 这是在整个太阳系的边缘 旅行者一号拍到这个画面 蓝点圈出来的那个 像沙子一边渺小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爱恨情仇 都生活在上面 那就是地球 因为我们实在太渺小了 你如果不建构一点想象力 我们和动物和虫子 有什么区别呢 商业 科幻其实还很值钱 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 我们把它 这张照片叫做 价值10.8亿美金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 1969年 星际迷航第一部的第三集 这个中间出现的 然后 在2016年和17年两年时间 三星和苹果打了一场官司 标的是10.8亿美金 就是大家在争 谁先发明了派的 苹果把这张图拿出来 谁都没有先发明 是科幻电影先发明了派的 我们都是一些 拙劣的模仿者而已 40年前这些人 把这些东西 都在电影里面发明了 所以科学和科幻之间 其实距离非常非常 越来越变得模糊了 很多你看起来 我们今天拿一部手机 你知道一部手机 我们今天的一部手机 计算能力 是阿波罗11号 登月时刻的 计算能力的1.1亿倍 任何一部手机拿出来 都超过当时 三间房子那么大 1.1亿倍 其实我们已经生活在 一个科幻的世界了 已经生活在当年 阿斯克拉克 阿西莫夫 费诺文奇 他们幻想的 未来是不是能达到的 这个世界了 所以如果我们眼睛里面 只盯着今天的科技 今天的技术 你就看不到未来在哪里 昨天的科幻 和今天的现实 中间的映照 从1909年 威尔斯密斯的 这部电影叫 《世界大战》 再到最早的 登上月球的人 再到克拉克的作品 所有全世界出版过的 27,900个科幻小说的 作家的所有作品里面 里面已经变成 我们今天在用的技术的 有2325种 都是提前的 哪些技术呢 第一部手机 第一部手机 是在第一部的 星际迷航 1963年就有了 第一个潜水艇 是1870年 凡尔纳的作品里面 就出现了 1945年 阿瑟喀拉克 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写到了地球同步 卫星轨道 可是第一颗卫星 到20年之后 才是上天 而那一颗卫星 就被 今天那颗地球 同步卫星 就被命名为 克拉克轨道 这些所有的人 都已经超凡的想象力 他们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 他们都是科学家 其次 他们是非常好的 把科学 讲给儿童听 讲给孩子听的科普作家 第三 他们才是科幻作家 阿西莫夫的作品 在探索 星辰宇宙 人和宇宙的关系 阿瑟喀拉克 在探索 人和外星物种的关系 费诺文奇 海因莱因 在探索 如果把人 这个物种 从探机 转到归机之后的 生命的转化的问题 所有这些大的巨头 都在探索的是 人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 非常可惜 其实在刚才讲 同地周的 珊瑚岛上的死光的 作品出版的同时 阿瑟喀拉克 正在写自己的 驴拉玛相会 阿西莫夫在写自己的基地 同时代 我们其实和世界 是比肩的 但非常不幸 我们错过了 那个时代 我们在1980年 在干什么 1980年 大家每天 每个人头上 顶一个锅 在接收天上的信号 在学气功 中国转向了一个迷信的时代 这个迷信的时代 科学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写的是叫做 防止精神污染和自由化 科幻是一个坏东西 从此 叶永烈 把手了 开始转向了 传记作家 同地周出国了 所有人 科幻作家 全部不敢写了 所以从那时候 谁敢写了呢 什么东西出来呢 武侠小说 人的梦想 总要有个寄托嘛 所以金庸古龙 在80年代 开始占领了 所有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丧失了 整整一代 科学启蒙和 想象力构造的机会 然后 我们当时 还有这么一个机构 这是一个 政局级的机构 人体特异功能 引用研究所 这是挂在 中科院底下的 我们的弯路 走得太多太多了 幸好 在 从2003年开始 这三个人 真的平一己之力 把中国的科幻 重新拉回到 世界一流的舞台上 汪靖康 刘慈欣 韩松 这三个老中青三代 通过三体 这样的作品 把我们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原来在京东上 你要买科幻小说 你需要进到文学 进到奇幻 奇幻下面有个科学分类 在底下才是科幻小说 而到了今天 科幻小说是 京东图书的 第一大品类 原来只有八千本 现在有八十三万本 你是可以随意去买的 真的是 就是这三个人 改变了一切 那我们也曾经 试图去做这件事情 大家看到这张图 但这个组织和 这个组织已经不见了 前几天被封了 但这个组织呢 我们曾经试图 把科幻和科学的思想 传播开来去 当然今天有一个结果 还是落下来了 你看这个图上 中科院的 中国科学报的 以及最后 把这个事干成了的 就一个人 就是 穿红衣服的 这个小朋友 G13 果科王 果科王依然 今天在 把科学的 硬科剥去 用你能听得懂的话 告诉你 什么是科学 这件事情 坚持了很多年 而且非常有意义 所以其实 我们再回到大家 其实看书 还是蛮累的 但是科幻电影 是一个更好的 接触方式 科幻电影 某种意义上 就是未来科技的预演 请注意 我说的是科幻电影 不是魔幻电影 不是哈利波特 也不是星球大战 也不是魔兽魔戒 他们是披着 科幻外衣的 莎士比亚小说 莎士比亚电影 它并不是科幻电影 真正的硬科幻电影 你发现 全在好莱坞 用技术 往前发生的探索里面 比如说 2001太空漫游 库布里克 第一次用到的 陶影技术 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空间 你知道那可是 1968年拍的电影 很多我们今天 拍的电影的特技 都比不上那时候 陶影技术 是第一次在那边应用 异形 斯科特 斯科特用物理特效 制作了一种 独特的恐怖美学的体系 这是他来引导的 那终结者 终结者在1991年 居然就开始把 传统模型和CG技术 两个结合了 你看到的液体流动 这些东西 是他当年用粗糙的电脑 去合成出来的 而到了泰坦尼克号 虚拟现实技术 1997年 已经被做出来了 我们今天以为 戴个VR眼镜 进入虚拟现实人 你以为你很先进 你比人家 已经落后了 快20年了 所以想一想 所有的这些电影 都是高科技的 最先应用者 和最先领悟者 他们能做什么呢 能帮我做什么呢 除了刚才说科幻电影 帮我们做了 我做了喜马拉雅 这样的产品 用时间这个概念 把听众和播客 连接在一起之外 我还能往哪里走 有一部2013年的电影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部叫《HER》 2013年 请注意2013年 语音交互技术的识别率 只有10%都不到 你说一十句话 有八句 它是听不懂的 我们今天拿出一个正能音箱 拿出一个手机 你用语音说话 基本上99.9的识别率 不会有错字了 可是往前十年 什么都做不到 那时候 好莱坞就已经出了 《HER》这样的电影 语音是不是可以 具有性格 具有人格 能不能成为你的伴侣 好 到那时候 我们发现喜马拉雅 可以不是喜马拉雅 可以转成 在你身边的各种设备了 这就是我们从科幻 上面学到的东西 再说回到钱老 其实钱老是一个 非常有意见的 你别看 斯蒂芬森 在1992年 写出了《雪崩》 钱老在1990年 写的这份信里面 写给汪承为同志的信 就已经把 元宇宙这个概念 已经定义了 而且用到了 非常非常 有中国特色 并且好听的名字 叫林静 你看这个词 比元宇宙好太多了 太有中国的味道了 它其实在当时 科学家 请注意 科学家 都是科幻小说的 庸董和粉丝 而且基本上 大部分时候 他们都是第一作者 由他们来对科技 进行合理的想象 未来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 怎么去用这些技术呢 刚才我们在讲 元宇宙的各种知识 我们都了解了 我们今天会发现 元宇宙要做的 不仅仅是显示技术的升级 而是把真实的需求 如何通过更好 更高效的技术 带入进来 当我们发现一个地球 这个地球 纵横十万里 上下五千年 小孩子可以自由学习 自由交互的时候 它就是元宇宙 它戴不戴眼镜 它就是元宇宙 所以我们的好奇地球 是元宇宙 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星球上 人类是非常渺小和孤独的 但我们有好奇心 我们有想象力 才让AI的危险 大数据攻击人类的危险 主导人类的危险 这些危险才能够被化解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物种 这个宇宙 这个地球 都是叫做向死而生的 全有生命的界限和尽头的 人活八十年九十年 地球活四十五亿年 宇宙活一百六十亿年 就这么多 一定会死亡 一定一定会死亡 好 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是如何让活着的这一段时间 变得有价值 如何让我们面对 中期问题的时候 科幻能够给我们一些 未来的美好的信心和支撑 让我们能够 把每一秒钟 每一分钟的时间 变得有价值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